前面就要做的 為何你不想做的 為何你不想做的 乖精吧 你很難聽,大雪茄 衝刺了,真是騙你 到世界日月,我會吃一夢 一、二… 太子餅? 七陽彩? 明哥,你又玩天歌嗎? 一定要伸直吧 沒有,你顧著你自己也好 晚黑人要開工,白天做郵差 你顧著,有錢也沒命響,弟弟 別這麼說,我也是趁劉先生找多點 對…多吃飯了 你幹甚麼 怎麼搞的? 怎麼搞的?你趕快亂來也不收拾 你真好意思說的 你經常借的魚粥塞,店舖這麼大 我八叔這麼多的爪都搞不定了 店舖這麼大,豆腐潤的店舖又收拾不定 你又不說你,偷雞蛇王 難怪我,單車就爆胎 弄得河南走回來西瓜,我的命 吃得鹹魚,抵得渴 一倒跟你說,這些這麼辛苦錢 你想清楚才可以去做的 借味嗎? 你只有烏鴉嘴,不好的不靈,醜的不靈 妹妹,你這樣吧 你…你幫我一起派郵片好不好? 你怎麼搞的? 你又想找我去做嗎? 我們是拍檔嘛 當然要互相關心,互相幫助嘛 你一向都好幫我,是不是? 你這人不是那麼跟蹤計較的 很划算的 總之這樣,到時候的郵件費 是,一天做午嗎? 那也要將一袋分成兩袋才會送的 這麼大袋怎麼送的? 對,這樣會比較好 來…我們一起回… 來吧 還要有水,可以倒進去 你小心,小心,會粗手粗的 嘴巴,放好了 老闆三件合不合? 對嗎?對,好,起床 還有 這個是郵差通行證 到時候有巡警查的時候 你讓他看看 你不是要我一個人去嗎? 那就最好了 跟你去吧… 你看看,你看看 他很糟了,別吵了 好了,最後一間了 讓他進去吧 快點吧 來,沒有地點而已 你不是吧 是嗎? 鹹煎餅?你怎麼做事的? 可能搞妥了,爹 你拿回去換就可以了 走吧,真是死錯了 怎麼這麼吵架? 阿妹… 她說把鹹煎餅放在頭上 怎麼會拿呢? 她說把鹹煎餅放在那裡 怎麼會拿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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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拿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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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是八姑? 別管那麼多了,找回郵件吧 不然就很糟糕 那明明放在這裡,怎麼不見的 是呀 八姑 八姑… 麻煩你給我一個郵件 什麼郵件? 我拿的鹹煎餅而已 八姑,坦白告訴你 那包郵件是客人的骨灰 終於找到了 你知不知道這件郵件是最貴的 是名貴絲綢 如果不見了,我做整個月也不夠賠 這包就是你的鹹煎餅 走了… 走 做這麼爛的郵差 做就做就差了,找個雞碎那麼多 辭職算了 但是這封信的地點花了 怎麼送呢? 就是這樣才糟糕 這封信派不出的話,我遲不了職 遲不了職,我拿不到押金,知道嗎? 很簡單,一桌看看裡面有沒有地點 就行了 你傻的,查人的信是犯法的 你又說查人的信犯法? 你傻的 我不看信的內容怎麼找到那張線索 你把照片… 照片裡面真的有個地步 好啊 我也說的 還要是媽的公弟,應該是兩夫妻 以前就是,不過現在不是了 老公外父工作 跟其他女人結婚生了兒子 寫一封信回來攤貸 叫老婆找別人 她兩夫妻以前的照片都寄回來 不是,沒有拖冒險,表事 那這封信… 什麼封信? 就趕快派出去就算了 我等著辭職,走… 這裡是洋人東一號 洋人東二號,就這間了 你送進去 你的油叉應該是你送的 你幫我這一次吧 當然了,你知道封信的內容 如果那個女孩拆開來看 哭呼哭呼呼我又怎麼樣? 那我又怎麼樣? 如果是好消息的話 我和你送一百封都沒問題 但如果說是消息了 都是你們的送法 你送吧 你送吧 我都是你送的 老公,你們不能收回房子 我求求你們,不要收走房子 如果你們收走房子的話 我老公回來就找不到我了 沒錢就給別人住房子了 俠約哥說明了 你沒錢還給我們,房子就是歸我們的 沒錢還嘛,收拾東西吧 我求求你給我一點時間 我一定會還給你 怎麼還?難道讓你這塊望膚石 可以變成真金白銀嗎? 你真棒 真棒,辦法不是沒有的 你塗了一些胭脂水粉 穿了一件漂亮的衣服 入黑的時候就在牆壁站著就行了 你說什麼?你叫你老婆去站著 你說什麼?你豈有自己來玩嗎? 是呀,你以為我也做煩惱 你又是誰會煩惱? 我也怕我會還給你們了 你怎麼會還呢?你怎麼會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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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靜姊姊,你怎麼會輸我沉皮 把他撿一紅花油就算了 過幾天他就知道死了,你以為此理 你做完了,灑水… 五中斤嗎? 你送吧 不過這個時候還有一片… 什麼好像?送完就像交差 門下攝就去,去呀 小子 能夠我嗎? 阿培,解鞋下來… 你沒事吧? 妹妹…你拍她的胸口吧 拍…拍… 我是男人,我不方便拍,你拍吧 不停了… 走了… 你不是吧?現在走? 是呀,這不是我的份內事 而且我們能幫足,別拉屎上身,走吧 餅老闆… 小姐,你好玩嗎?玩這種事 一個人的命很值錢的 人家的命怎麼值錢 我的命就賺個地底 我吹了一輩子,我沒有其他選擇 你別傻了,那兩夫妻 是我們大院的包都公、包都婆 他們本身扮人也不壞了 如果你句句話想心的話 一死十天就不夠了 就算沒有他們來逼我 我也沒什麼指望 她…她是猶猜 她端單來送…送信的 真的?信呢?風頓頂得了 那我們確認是否,自然決定過來 風頓在哪裡?我給你們去拿 沒有了…你身體不好,你坐在這裡等吧 我們是郵差,我拿過來給你 快點 行了…正在做就正在做 按照你的要求,做好最後的行字 對呀,我都說你聰明了 不用說了 你身上有多少錢? 錢在這裡 就這麼多了 我想過了,還是不要讓他看到照片 免得他傷心嘛 你呢,就把這些錢拿去換美金 他老公在外埠做事,應該是用美金的 你瘋了嗎?用我的錢來做好人? 救人一命,正代得個佛土嘛 你還是猶猜,你到時候就把這些… 這些錢和這封信一起給阿余 人家都這麼淡了,就當幫幫人吧 走一次 好,你真棒,走一次,下不為例 謝謝 為什麼會這樣? 你知道的,封信飄洋過海 山長水遠地運過來 很多信都弄成這樣 他… 是他的字 但是上面寫什麼,我看不清楚 我就是看到最後一項字 他叫我保重 這樣很容易明白 他的意思就是叫你保重好心理 讓他回來 那些錢應該是他寄回來給你做生活費的 生活費? 我做油妻做了這麼多年 經常見的 老公飄洋過海出去打工 賺到錢了,就寄些錢回來養家 我看得出你老公在外面 都熬得挺辛苦 他真的很久沒有付錢回來給我 我老公 他一個人在外面打工 我看得出你老公 真的很不容易 他有一些收入 他就第一時間想到我 老公,這封帳,為何不把地板給你 我差點看不見了 好了…天天都光亮了,沒事了… 你老公叫你保渡嘛 那你就真的要好好保渡 因為說不熬,他可能以後會寄 第二封,第三封帳回來給你 對了,我現在馬上回到封帳給他 師兄,怎麼樣? 妹妹 Dr.劍,你來了 這是金醫生,我們大院端門幫人看病 但是他不舒服了 坐下… 來,把我的手拿出來,給你把牠拿出來 把牠拿出來,給你把牠拿出來 把牠拿出來,給你把牠拿出來 你乾屈氣滯,益絲成疾 臉色黃蠟 醫生,麻煩你一定要治好我 我還要討老公回來的 而且我現在有錢了,可以給橙金了 不用這麼監,總之可以治好 一切都不要想太多 好好休息,吃點藥就會好了 是呀,住方面你不用想了 我和伯姑求情了 她說暫時不收你的房子 讓你繼續住 只要你定時交租就行了 真不知道怎麼謝謝你們才好 不用 貼完一次又一次 還扮老公說長記長有 你以為我開善堂嗎?長貧難顧 封人封到底,宋佛宋到西嘛 等阿魚身體好一點 精神再好一點,那時候就算了 我探阿魚,她又寫了一封信給她老公 尷尬,尷尬在這堆信上 丙叔 妹妹,我聽郵局的朋友說 西洋菜沒有做郵差很久了 還背著她的貓衣 我們窮人沒有衣服滿 難得有件婚衣穿著,當然不值得一頹 哪一堂都是丙叔你 好像唱大戲一樣每天換衣服 好…不用送了… 蔡哥,這次又麻煩你了 你放心吧 這封信很快就送到你老公手上了 他是不是真的這麼忙? 這幾次我只收到他的匯款單和錢 但是他一個字也沒有寫給我 那男人亡起來就是這樣 他免得是婆婆媽媽 金醫生,我們先走了 不要妨礙阿魚,休息了 好… 不用送了… 阿二 真的,最近漂亮了很多 你又來收拾吧?麻煩你等一等 阿魚,難道丙哥經常說錢嗎? 是嗎?我們來探望你而已 麻煩你正經一點 我現在很不正經嗎? 新人醉的臭小子 又經常借頭借路你,鋸鼻 什麼借頭借路?你什麼意思? 是你不知道嗎?他省西洋蔡 沒做郵差很久了 他整天披著他老夫皮來 找你想來討傭嗎? 你不要亂摸東西 你來探望我就行了 用不著買東西就客氣了 來,坐…來,喝茶 對了,你今天不用出去吃飯嗎? 我…我休息了 對了,我之前不舒服的時候 你經常拿你菜粥糠粥給我吃 現在我也很想吃,又綿又香 你想吃嗎?那就熱了 我去當口多碗給你,你等一下 謝謝 這些我之前寄給我老公的照片 一封都沒記錯 原來太子冰說的事是真的 蔡哥他真的不要做游遞了 他真的不要做游遞了 收到,到處… 來…阿如,趁熱吃 不好意思,我有點不舒服,我先走了 你…你抓… 阿如,你覺得怎麼樣? 西融翠說你不舒服 叫我快點來看看你 沒事,休息一下就行了 金醫生,你坐吧 不用了 休息一下,你還寫這麼長的信 寫給你老公的嗎? 是的,這次我要親自她的郵寶記 交給西融翠就行了 不用了 我的意思是她這個人太熱心了 我知道她今天休息 免得麻煩她過來幫我收 對了,你不要向她提起 沒問題,你沒什麼事,我先走了 好,謝謝 老公,希望這次很快 謝謝,我已經收到你的女生了 好,我都收到你女生了 好,你不要收到你的女生了 你們的ン 這種安棄的人有些起色 無緣無故發高燒 還要連讀幾天幾夜都還沒醒 幸好金醫生在這裡,不然他… 那就是了,怎麼會突然變成這樣? 他醒了 你沒事吧?你怎麼樣? 我想靈怡一切都沒有死 你怎麼搞的? 阿如,之前我給你的信已經當得很清楚 我現在在國外要找得相好 並成為親 我現在的生活過得很好 請你不要再掛念我了 你自己在中國又要好好生活 希望你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尊重楊子新 原來我老公早就不要我了 你怕我再走絕路 繼續辦郵差 你還把錢給我,還給他寄回你的生活費 讓我保住個希望,繼續做人 其實我的命今節,不如早四早唱 你別這麼笨,老公不要你而已 但是你不可以這樣作賤自己的嘛 做人家這麼骨氣才行的 是,我是沒骨氣,我沒能力 雖然我老公就不要我了 我現在做人,根本就不值得留在這個世界上 你讓我死了 你去哪裡?你被捕捉,死了沒捕捉 你放開我 你去哪裡? 不要我,你死了 妹妹,你現在過來,快點 我… 我去哪裡?你冷靜一點… 我沒有 人家不珍惜你,但你要珍惜時機 才知道嗎 我已經沒人沒物了 我老公又不要我 誰真會我? 我,我會珍惜你的 不要,就當你為了我這個朋友 我為了我 你冷靜一點,冷靜一點 就當我為了大哥… 我做你的大哥 你別人珍惜 但我這個大哥會珍惜你,知道嗎 知道嗎 你走開我… 今夜當初,阿咖,怎麼辦 沒事…不要… 阿明,你現在糟了 好… 慢慢吃… 妹妹,你糟了沒有? 不如…等我送吧 你送…你送,你走路 一來一回幾乎時間 搞得在店舖踢了腳,我送吧 我有下車,快點 我這個 妹妹 小妹妹 小妹妹 小奶奶 聽你這麼說 你是不是怕西洋蔡 真的對阿瑜賞心 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否 一開始西洋蔡 她沒有心機幫阿瑜 我還說她沒有同情心 現在反而聽我說 賭老命地送東西給阿瑜 對呀,有點不值得 你現在分明正在吃乾燥 女生人格,你知不知道醜嗎 沒甚麼 西洋蔡忘了送油炸鬼給阿瑜 阿瑜 那阿瑜怎麼冷卻 阿瑜,剛才替我看完凍口 我… 阿瑜,趁心吃掉它 我看服得這麼快,全靠你 嚇什麼鬼氣 總之人看開一點,很快一點 阿瑜 你煮點菜很香 不是我煮的,是阿妹煮的 不過我有份看伙子 對了,你和阿妹 正在生意上的拍檔嗎? 是呀,大家街坊夾分做生意 她為人蒸生瓜,大人透 我年紀比她大,就當大哥照顧她 話說回來,她為人做事多爽快 大哥 你們真的挺合適的 還可以,生意拍檔 當然是拍檔找吃的 我想你還沒吃東西吧? 我們一起吃吧 不用了…我不吃了… 店舖還要你做 我想阿妹現在做得踢腳了 你吃吧 你這麼忙,都過來看我 真不好意思 用什麼客氣 你慢慢吃,我稍後來拿 我送你吧 我送你去吧,我送你去吧 我是不是應該很感謝露天爺呢? 在這個時候 竟然讓我遇到一個地方的男人 是應該哭嗎? 你這樣說了,那件事不是 STORCE 我們這件事真的被風 Natürlich 所以才覺得煩 很困難 妹妹,那個是不是阿如? 她為什麼跟來店鋪? 她挺漂亮的 跟來店鋪? 她和新人坐在郊情 一定不是那麼淺 不好意思…妹妹,你別生氣 我只是不斷說說而已 先頭打算幫忙 誰知現在變成火上加油 怎麼樣?要不要? 不用,我自己來就行了 如果有什麼,你儘管來找我 我先走了 走路不用這麼大力嗎? 會粗糙冰似的 大力一點才好 不過我的力量是用在店鋪做事 不是用來聊天的 不聊了,收檔吧 小妹妹,要不要我幫忙? 不用了,現在這麼晚了 倒點回去休息吧 妹妹,阿如曬了腐皮過來 告訴我們煮粥 你怎麼樣? 劫身手 你的手在轉 手在轉 很小事而已 你怎麼塗了紅花油就沒事了 十支筒歸心 來…塗了紅花油 不是這隻,是這隻 給我一瓶藥油 但是塗藥油是不行的 要用沙布的 劫刀影 好,小一點… 疼不疼嗎? 不疼 拿過來 很脆緻,像摩摩叉一樣 謝謝我 不用客氣 對了,這些腐皮放在這裡 很容易受潮的 放在你們家裡的房子 容易保管一點 你的手現在損了,我幫你拿回去 給我拿回去 不用,只是小小傷而已 我罷了…不用你 不用客氣 你之前幫了我這麼多 我幫你,很應該的 你喜歡吧 鑰匙呢? 不見鑰匙 到時候媽媽回家,沒門口進了 在這裡 你看看,是不是這條? 就是這條 謝謝 你嚇得我 那這條鑰匙是誰的? 我那條鑰匙呢? 你又不見鑰匙? 我哪個這麼無聊 專門收人家鑰匙 吃包飯沒吃飯嗎? 當然不見鑰匙吧 女人當然是晚上不晚 不睡覺,又怪不得和人聊天 不見了,一點也不奇怪 說什麼? 別介意,她是這樣 找… 剛才剛才不見鑰匙呢? 我寫了,今天要怎麼回家呢? 那你今晚過來那裡睡吧 什麼? 什麼? 人家不見鑰匙嘛 回不去家,夜晚晚的人睡街 別想了,我家裡睡吧 那…不是很好 什麼不是很好? 大家是朋友嘛 難道是看著你睡街嗎? 是嗎? 等會兒,你把衣服收拾給她 我先走了 疼了,來,點點點 真是不要臉了,總是要貼著人 今晚到發仔和媽媽店,你在這裡睡吧 不好意思,經常麻煩你 幸好有你這個… 哥哥 做得了,哥哥當然要幫你 總之以後有什麼需要的 儘管吩咐 那我就不客氣天天黏著你了 好,不妨礙你了,我先走了 來 好,我先走了 坐下慢慢聊吧 來, 坐吧 對了, 吃個水果 阿瑜, 其實我不是有心理誒毀你 只不過我想跟你說 做人有個底線好一點 這樣對人對自己也好 是不是鵝妹請你跟我說的? 為什麼她跟西洋蔡可以做好拍檔 我不可以跟她做好朋友呢? 可以, 當然可以 只不過… 打個比方 好像你喜歡吃哪種水果 你可以自己種的 但沒必要去別人的樹摘來吃 但樹又沒有黑名 它可以淋水, 我也可以施肥 結出來的果子, 誰能接得住 那就看命水了 聽你這麼說 你真是對西洋蔡動了心? 我記得她跟我說過 她叫我為了她 一定要好好把心理下去 你誤會了 她對你的只不過是兄妹之情 不是的 有哪個男人會憑著相逢幫我? 我, 她為了我有做人的意志 她假扮猶猜 出錢出力地來安慰我 在我病的時候 她又無微不止地照顧我 這些早就已經超出了兄妹之情 阿娟, 我想你回錯意了 我沒有, 我試探過她了 她跟我說, 她跟妹妹只是好拍檔 蔡哥的人品這麼好 又勤勤力地做事 又這麼聰明 阿娟, 再加上 阿娟, 西洋蔡都會有 阿娟這位好朋友在先的 不會的, 我不相信 你別自騙自己了 當你在海裡浮沉的時候 剛好有棵樹, 伸出枝救命鴨 我不知道你會怎麼想 但如果換作是我的話 我會毫不猶豫地抱著她 但如果沒有祖師的救命鴨 我只能沉回海底 總之, 除非阿翠哥親友跟我說 不然我不相信 我先走了, 韓師奶 出來吧 聽到了, 我說你又不相信 我怎麼知道會弄成這樣 什麼不知道, 你說話是鬼謊言 然後你懶得不熱情 很難不起心的別人 你說什麼? 當初是誰要我幫她的? 現在你反過來說我嗎? 我是要你幫她, 別叫你揹揹她 別人揹揹我, 我不知道 難道別人揹揹的時候 我叫她不要揹揹了 你可以跟她說揹揹的, 不是揹揹 你連子能不直接跟她說 是我跟你揹揹, 不是你跟她揹揹 現在是別人對我揹揹揹 不是我對她揹揹揹, 揹揹 好了…你們不要再揹揹揹了 現在最重要是新人再理 三口六面跟阿余解釋清楚 別再被別人誤會了 你放心吧, 我現在跟她攤牌 阿余, 剛才你跟韓太太談的 我全都聽見了 其實我想跟你說… 你什麼都不用說, 你聽我說 我知道你對我是真心的 我對你也是 但是… 我… 你嫌棄我? 我沒有 沒有就行了 蔡哥, 我不求川堂入室 我不求命, 不求睡 我只求可以留在你身邊 當我一個人無助的時候 我還可以想到有一個人去求助 讓我不用那麼害怕, 不用那麼徬徨 我知道你很深, 我求求你 阿余, 你不要拒絕我 不要拒絕我這個可憐的女人 你就當作給我一個子母 這個是我做人唯一的子母 我太好了 蔡哥 你家裡補館也開的 以後就有人管,我回鄉下吧 你回鄉下,誰管? 阿羽嘛,你這麼心軟 心地又好,又要做好人 你們就心甘傷癮了 你說什麼? 我這叫成人之美,太大善人 你別單單打,好不好? 我站得夠煩 我單單打?你之前答應過我什麼? 你說進房間時跟阿余一五一十說清楚 當時的環境你也知道 他這麼脆弱,依賴我又相信我 如果我直接跟他說 我怕他又要生要死 你不想逼他死? 那我就逼我走 你一個人都這麼拼擊 我只能做好人 做好人?你可以拿錢去做好人 拿時間去做好人 甚至找我的份去做好人 阿余,你是不是要? 我對你這麼多年的感情 都會把我拿去做好人 阿余…別走… 別走,求求你,別走 我不捨得你走,你別走 我不捨不得你懶惰 我不捨離開台東海 我絕不捨離開你 我也捨不捨不得你,別走… 其實應該要走的人是我 謝謝 阿妹,對不起 直到這一刻,我總算明白 財哥當我不會照顧的人 其實是我 對不起 是我鬼迷心竅 是我想拆散你們,來成全我自己 其實對我不住的那個 是我的那個臭老公 我竟然要你們還債 來成全我自己 你們倆對我這麼好,又這麼照顧我 但我竟然想拆散你們 我真的很壞,我對不起你 你別這樣 你老公這麼對 不值得你為他做這麼多道理 不會的 自從認識你之後 我知道這個世界上 長得對我很好 我不會再做措施了 是我不幸運 認識我那個臭老公 但我又覺得很幸運 認識你們兩個很好的朋友 妹妹,你的命真是很好 原來是你的心底好 當然了,我們大家都是好朋友 你以後有什麼困難 一定要跟我們說 謝謝你們 好…天都光亮了 妹妹,你不要再走了 阿如,不好意思 之前我一直怕你不開心 所以留起照片,我現在給你 … 跟著我一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